10月28日,张子宇微博发文承认怀二胎,我来和大家分享喜悦了。 近日身份,第3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讯团主席,未来8天,我会跟其他社会伙伴在14部作品中评出7个重要奖项。 近日特殊身份,爱港经业,坚持工作的准妈妈,允计30周,体重116斤,持续上升中,这两个身份都让我无比骄傲,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支持。 近日,第3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正式来开帷幕,各路明星艺人都亮相红彩, 值得注意的是,这一次,国际巨星张子宇也亮相,电影节红彩,一身黑色旅行亮相,整个人看上去超级漂亮的气质。 这一次张子宇亮相后,我们发现张子宇小夫突起,看上去十分的明显,在走路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,看上去就是怀孕的样子。 尤其是侧面的时候,张子宇的小夫看上去真的是很明显,看来如今也是有点瞧不住。 张子宇在2016年上下女王全省,自此以后,关于她二胎的消息基本没体验过,尤其在2019年传得更频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